刺开白布条拿几喷漆喷上抗议字眼 国民党北市议员汪志斌发起 人民要疫苗的抗议行动 把布条写上诉求挂在车上 在路上绕行 不过活动发起就有网友质疑 难道不会群聚添乱吗 完全没有乱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单车单人作业 同时我们几乎是拒绝人跟人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群聚 强调不是群聚问题 而是民众拿走布条自行开车上街 以温和方式向政府喊话 不过指挥中心听得进去吗 前一天翟神朱学恒用送花圈方式 要政府了解民意就被骂翻 还有人在网路上面说他是朱队友 儿童权益促进会的理事长王维钧 也在脸书上面酸 从疫情看见人性之恶 痛批朱学恒是用花圈处眉头 执疑送四座白花是在疫情时期支持花浓吗 要他敢作敢当 而另外一位重症医师 陈志军也说不需要口出恶言 不要送人家道宴花来 要给负重前行的人多一点鼓励 多一点肯定 医护人员真的非常辛苦 尤其是每一次当局遇到被责难 被批评的时候 就拿他们出来当挡箭牌 提醒围观者要随时把人民的苦难 放在心上 但如果苏生昌觉得这是诅咒的话 显然他对于公务人员跟围观者的定义 跟一般人不一样 朱学恒送花圈有自己立场 各界也有不同意见 炮火隆隆